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2月26号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大叶山缆是台湾原生树种 具有防风沙少病虫害的生长优点 因此过去大甲顺天国中围墙旁 就种植了许多颗的大叶山缆 但是只要一到冬季的开花期 就会散发阵阵恶臭 让不少周边居民难以忍受 尽管多次反应仍无法改善 为此地方明代这天就邀请相关单位 到场会刊 希望能够找出解决办法 解决长久以来的恶臭问题 顺天国中围墙旁 种着一整排的绿树 这些全都是台湾原生种大叶山缆 但每到冬季的开花期 就会散发出独特恶臭 让不少周边民众是难以忍受 尽管多次反应 但臭味依然存在 我也不知道那是国中的草草 我都一直去释 释到有一天我们� Buttig 那時候有頂頂的時候 我也蜜花去頂頂拼 就是說頂頂 你給我拼說這個花有草嗎 它也沒辦法 大家都說奇怪 怎麼要種這個 還很重 那個瓶也很重 你頂也知道 那個瓦都瓦瓦瓦 學校表示 過去因為看上大葉山爛 具有防風沙 少病蟲害的生長優點 才會選擇栽種 至今已有20多年 但由於近年來都受到居民反映 雖然事先會請工人修剪之夜 但畢竟不是根本之道 為此明代這天也特別邀請 相關單位到場會刊 希望找出有效的改善方法 其實我在兩年前就有跟里長 也跟他建議過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最長久的辦法就是 是不是能夠撥給學校一筆經費 我們把樹木移植到適當的地區 那不過因為圍牆跟樹木 已經20年來已經糾結在一起了 所以在移植這個樹木的過程當中 那恐怕就必須要對圍牆 整個重新修建 開花的味道是會有一些腐爛的味道 或者是大蒜味 在它還沒開花前 花包的時候就先把那個花打掉 那把這個味道降低 那可是味道的話 對人體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來這邊會刊 我們就希望學校跟教育局 提出有效的解決這個方案 那我們也請了環保局的稽查人員 到這邊來做鑑定的工作 我們希望環保局 警察隊也能夠利用晚上這個比較近的時候 然後風比較停的時候 來這邊來採樣 回去做一個分析 會後明代也要求教育局給予校方相關協助 並和建設局評估移植大葉山欄的克行性 在保障圍牆安全性前提之下 盡早完成移植 短期內還是要勤修之夜去除花包 降低對周邊居民的困擾 也讓師生有一個清新空氣的學習環境 真正真不旱才中策報導